树林区公所为了推动地方艺文的发展 长期在保安市民活动中心来举办各项的展览 让在地的树人艺术家有舞台可以发表作品 当然地方的民众也有机会来欣赏不同风格的创作 那么10月份起开始要来展出的是 树林区客家乡亲会的书画连展 透过镜头来欣赏他们的作品 树林区公所10月份举办采风人生 树林区客家乡亲会书画连展 区长吴建兴肯定乡亲会用心办理课程 鼓励学员们学习书法以及书画 三年多来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果 我想大家会很压抑 今天我们参展的是我们客家乡亲会的会员连展 那客家乡亲会呢 在三家的这个艺文馆这边 他们有开才艺班 有国画有书画 那今天是我们这些班员呢 他的成果的展出 各位一定不相信 今天的成果他们只练习了两年 就有这么样的精彩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可以相信呢 在树林这个地方 其实有很多的乡亲 很多的社团 一直在支持的这个艺文活动 我们也借着这一次乡亲会的连展的展出 我们希望各个社团大家所有的乡亲呢 大家一起来支持艺文活动 开幕查会上 授科老师与学员分享心得 学员们对于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机会展出 觉得很有成就感 本来都不需要啦 都当了一个机缘 有一个实在介绍 我来参加这个黄老师 他在这一家作画 我是说有这个机会 我就来学 采风人生书画展 等于是客家乡亲会书画班的成果发表 学员们从一张白纸开始学习 短短时间就能够自在写意的挥洒 尽管作品不像指导老师那样的纯熟 却也试图表现内心的想法 事述可贵 采风人生展棋 自其余期一直到10月29号为止 欢迎乡亲朋友踊跃前往欣赏 给展出者支持与鼓励 中家新北新闻树林采访报导